一个我体会到就是他们 你碰到这个困难了 他帮你先想到下一步的困难 比方说生老并死 我以前搞不明白这句话 我心想这里边怎么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三个 生老并死 你看这搞什么概括一个人生 生老并死 有依靠还说 对吧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你生了以后 他马上就会面临一个老的问题 对 但是老可怕 这个说实在话 现在的美容啊 健身啊 这一大堆啊 像我们美女 美女记者 怕老 对不对 可是他说实际上是不用怕 为什么 你老的时候 你脑子在想 你有什么病吗 你没什么重病的话 你根本不用担心老 对 对不对 所以到老这个阶段 想的是病的问题 病也一样 得了病了 会死吗 有没有生命危险 对不对 你这个病很严重 但这个病也不会好了 但是 暂时没生命危险 放下心了 所以到了病以后就在想 会不会死 整个灯 面对死了怎么办呢 人怎么把他想通呢 鲁迅有篇散文叫死 鲁迅那篇散文是写在他去世前几个月 在几个月前鲁迅得过一次大病 就差点他以为要死掉了 就在这个中间他写了一篇散文 叫死 那鲁迅写什么呢 这个时候 就是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当前的问题 怎么来解释这个死的话 他就说 他就说死了以后呢 穷人呢就想投胎 因为想重新获得机会 对因为原来过得太差了 而且呢穷人觉得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不会落到畜生道理 对对对 夫人呢他也不担心 因为他烧了很多枪 捐了很多钱 对不对 他这个什么庙都是他修的 到那边有钱 到了那边他觉得很有钱 他积了功德了 对对 他说最高是中间的阶级 还是中参 他家的中间里最难受 中间的阶级 他说中间的阶级做什么呢 他就设想鬼的生活 鲁迅打一括弧 这个词不太通 姑且用之 鬼的生活 对 鬼怎么有生活呢 对不对 鬼的生活不是不太通吗 对不对 但鲁迅打一括弧 我看到这里就想流眼泪啊 因为这是一个马上几个月就要死的人了 从死红里出来 他写文章还在给我们开玩笑啊 对 你看看他这个是一种什么 对他来说死 那是像你下一档节目一样的 这样的事情 他开这么一个玩笑 说鬼的生活此句不通 我暂时没有想到合适的 他说那鬼的生活怎么样呢 找一个好一点的木头 做个棺木 对吧 然后呢 把账啊什么搞搞清楚 将来那小孩呢 就隔隔几个月啊 什么时候都有好的饭菜送过来 他说我睡得也挺舒服 我要是这样的 我也不去北新书局炒稿费了 我就过得也不错了 叫鬼的生活 我看了就很感动 就是说他真的是死 我们讲死到临头 他有一段话 他说他这个病 他老找一个日本医生 看最后是被耽误掉的 他后来就宋秦玲啊 他们一些人 这个沈彦斌 还有什么 还有外国人 那个记者什么 就找了一个美国医生 来帮他看 美国医生说 他说说我这个病呢 要是在欧洲呢 五年前就去世了 他五年 然后拿出一个片子 照了以后呢 说的跟他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也不求这个医生了 哪一个医生 能救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呢 接下去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了 什么我死了 匆匆埋掉 不要纪念 我这个小孩 如果没有才能 就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这个谁害了你 又要教你不必报复的人 千万不要灵财 是不是一个也不饶恕 也是这样 一个也不原谅 就是西方的说法 就是你到最后 这个宽恕别人吧 我想了一下 一个也不饶恕 我留他们去怨恨吧 我一个也不饶恕 就这篇文章 这写得真是好啊 你想想看 你看 这是一个人通透 就是自己的死 所以你病啊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这个阶段 你们讲了半天 他一下子想到 你最坏怎么样 最坏就是这样 他还阶级分析 他还把他三十年代的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放出来 可见 他说 这个穷人不怕死 要轮回 富人不怕死 捐了庙 中产阶级 安安心心地做鬼 送很多东西 我去看我父母的坟地的时候 门口放着很多美金啊 高闭啊 奔驰宝马 靠了很多 中国人 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我就很少人讨论 中国人的想象里面没有天堂 就是说他自己和旁边的人 我们不想象去了天堂 天堂我们知道有玉皇大帝 有太上老君 那好像不是咱们去的地方 好像没有一个人 哪怕是你的地位很高 哪怕是什么我们崇拜的人物 也没说他现在去了玉皇大帝那里了 或者 只有孙悟空 但是这个道教的人还是想成仙的 成仙 仙是不死 仙是 仙也不在天堂里 现在 所以我突然又 鲁迅把你们的去路都划了 就是没有天堂这条路 所以最好的 他把各种路都划了 但是没有天堂 就死了以后到底人 当然最后鲁迅说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他的意思是 我是无省论的 我是不相信这些 我看了这篇文章 好治愈 对 我对我的病也不大害怕了 是吗 他看得这么通透 也可能走得早了 就是 被那个日本医生害的 我不知道徐老师 李静 你们有没有这个老人的这种身体 需要照顾这方面的问题发生过 我想到自己以后 你们的反应都想到你们的 对 没有人来照顾我的 好悲哩 没有人来照顾我的 您的父亲呢 本身就是医院院长吗 不是 他医院院长 他是在打麻将的桌上 突然去世的 我都没有赶回去 那反倒也是 造福子孙 他也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 他就去了 这是 反正我们对老人 不是都是看年龄吗 对不对 他多大的年龄 我们就觉得好像 那遗憾也不是太多了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去 你知道 生心脏病的好处 就是他会突然去 连想起自己了 是吧 他不会 我跟我女儿就说过了 Don't worry OK 不会麻烦到你的 现实的情况来讲呢 那唯一能想的办法 就是你要找一个 24小时能照顾你的护工 至少 就是 或者是你有条件 你就找两个 对 对不对 像蔡兰找八个 他并不都是护工 他还有其他功能 我也有认识的 著名的学者 本来在美国的 但是因为身体就不好了 身体不好 在美国没办法 那就到 子女就帮他在珠海买了房子 那就多请个护工 请人来照顾 那这样就可以 他有时候老师还知道 还清醒 对 所以那就是算好的了 对子女来说 也尽到他的努力了 是的 对老人来说 这也是好 相对来说 24小时的护工 比美国容易早 只是 是不是专业 那就说不上了 是 但这个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还能找出什么别的办法 我我跟你说 另一个办法就是送到养老院 对 养老院也是靠人家在照顾 也是靠这些 就是那个 比如说 其实专业的照顾人员永远是不足的 也是靠这些 就是干这个活的 但其实也没那么专业的 但是他愿意干这个活 其实很多人非常不愿意照顾二字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好好干 挣多点钱 对 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个 一篇文章 说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 活得长 然后呢 病得晚 然后呢 老得慢 最后一句 死得快 死得快 我猜到了 我现在就是 到我这个年龄 我突然觉得 死得快也是一种 但你这么想 也是一种负分 你这么想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个事不由你决定 对 但是呢 我们能觉得 就是我就想呢 到我这个年龄 我现在能面临什么 我就是听你们讲 我说谢天谢地 现在父母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就想起 我唯一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自己的姥姥 这姥姥还好 就是没那么重 但是呢 就是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真的 就是痛苦 是留给清醒的人的 我每次看我姥姥 因为我跟我姥姥感情特别深 从小在她身边长大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这个 这个我这么爱的人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子 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了 然后 但是她清醒的时候 看你的眼神 你又觉得我那个 还在 还在 然后她糊涂的时候 因为她不停的 就是也是 她就老是觉得自己有尿意 我 比如说我回家去照顾她的时候 就你刚给她 帮她解了尿了 她 我歇一会儿 然后她就马上说 哎呀 我要 还要尿 对 她还好 还有这个意 但是呢 你再去帮着她呢 她又没有 对 所以呢 有时候人呢 我就有时候就稍微觉得 有点不耐烦 不耐烦的时候 我每次也是离开她 我在 比如说回北京工作 我又处在一种非常内疚的状态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她 对她再耐心一些 然后就永远是这种 在这样的循环 然后呢 有时候我又说服我自己 我说这个 因为我姥姥是特别好的 特别善良 脾气特别好的一个老人 然后我就想 我姥姥是以这种方式 在跟我告别 因为如果她还是那种 那么温柔 从来不发脾气 对我们这个孩子 就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的人 我觉得她突然离开 我是受不了的 我只能这么想 我说她是以这种方式 在跟我们所有人告别 等她走那天 可能我们因为对她的感情 就慢慢慢慢淡了 有时候我想 这个眼前这个老人 还是我 我爱的那个人吗 他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是我经常想的事 对 像这个美啊 是一条路 其实呢 就是咱这个吃亏的事 咱都不能干啊 因为我不是你们 以艺术为职业的人 我自己的个人体会啊 就是说 说白了就是 作为一个大俗人呢 活一辈子咱别吃亏 什么叫吃亏呢 比如说如果我就知道 吃饺子好吃 我就会唱卡拉OK 快乐不快乐 也很快乐 但是好像跟你们比起来呢 有点亏 都过这么几十年 对吧 而且人世上有一些东西 你知道它是美的 比如说王羲之的书法 可是确实第一次看的时候 也看不出好在哪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啊 有点吃亏 就是 但是我又发现呢 它并不是不可及的 伟大的艺术 所有美好的东西 它不是不可及的 就是 我只要不想吃亏啊 我就多跟邱老师 或者多跟徐老师学一学 你们为什么觉得 这东西好啊 是这么回事 我会看了 当我会看之后 我活着就占了个便宜 说白了 不负此生啊 然后呢 就是对 说实在的 我身边的艺术家 分成两类 一类是 为我独尊 就是艺术有绝对的审美标准 比如说古典艺术 他们对这个当代艺术 不屑一顾 对吧 好 我怎么活得不吃亏呢 两边都是老师啊 对吧 我知道你也瞧不起他 没有 我没瞧不起他 不是我没说 不是指你就是说你啊 我指的意思就是说 哦 你既然这么懂得古典 你脸的美 那你教教我 哎 慢慢慢慢 我就 我就觉得 只要你智商正常 不是什么 不能欣赏的 那慢慢 我知道了 哦 真好看 于是你看 又赚到了一个 然后呢 你搞实验艺术的 我一开始也是看不懂 然后说 你为什么这么玩啊 慢慢的 哎呦 真的耶 生活可以不这样过 也可以 用一种意想天开的方法 对待恋爱 包括对待一切 自己的生活 你知道这个 给我带来的改变 一直也就带来了工作的改变 就是说 那电视节目也不一定非要那么做嘛 聊天也不一定非要那么聊嘛 哎 你知道这一下啊 你就觉得自己在涨啊 下分啊 是 从一个你觉得好的东西开始 你要不满足 你就 他都需要学习 说实在的 这个茶杯 茶壶 能给你带来快乐 见识 对啊 能给你 真的能给你一个非洲的艺术 别人得点拨你 点拨你 你看咱们大河北 郑定 郑定 我 我们都去过 但是呢 后来我的同学王军 写成绩的王军 他带我去郑定 他说 他说你肯定不知道郑定有个文庙 就是祭典孔子的这个文庙 他说郑定的文庙 是梁思成 断代之后 是认为是五代的 他说现存 中国最早的文庙 为什么呢 因为历朝历代都尊重孔子 所以皇帝一上来就要重修文庙 就导致文庙都很新 但是那个文庙最早 是现存最早 五代时期的 我就站在那个文庙前头 这个文庙都 也就是一层半楼那么高 特别小 但是我说 哎呀 我感觉到了一种盛唐气象 那王军就给我解释 他说你为什么能感觉到一个 对于一个不起眼的房子 能感觉到一种盛唐气派 他说你看他这个房子 石头是石头 木头是木头 砖头是砖头 他说他不会把木头做成石头 或者把砖头给你粉装成石头 第二 他能把他的木头做到 其他木头做不到的地步 他说 他用了一个建筑学的词 他说你看他那个挑言 挑多远 他那要是个没有自信的匠人 可能必须得下面织根柱子 但是他就生生就跳出去 他说你能感受到的盛唐气派 然后他那么一解释 哇 要学习的 二十年前吧 那一下奠定了我很多 那个 就是您所说的这种美的理念吧 对 你就知道 什么 就是让石头是石头 让木头是木头 让砖头是砖头 让木头做 其他木头都做不了的事 然后你所受到当时的感受 你就把其他自信联系在一起了 对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畜类旁通 对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要忍受 在美的接受的过程当中 是要忍受羞辱的 嗯 对对对 我就是这种经历 被打脸 打脸 你忍受过什么羞辱 那你比如说 我那是穿西装 里面穿一个那个 那个背心那个 对吧 正规的那种 然后我把扣的好好的 然后 讲一个什么问题 一个意大利人说 这最后一个是不能扣的 看 把我倒开 那我就知道了 对吧 当时是有点羞亏 我不知道这个姿势 这种情况是很有的 昨天我跟那个 一个朋友就讲 就讲那个 喝的酒杯 嗯 为什么那个 鸡尾酒的酒杯 要设计成一个 这种零形 就是方形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 它是要碰杯的时候 要慢 你要快的话 就甩过来的 水 那说明你就不优雅 这是要求你的 这工具是要求你是 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工具来约束你 对 约束你的 所以你不知道的话 你说 就很羞辱 哇 我跟你 扑妹吧 还是你赶紧就伸过去 水就破了石上来 人家没有动 就有时候你学会一种礼仪 实际上也不是 尽一个义务 包含了很多 而是你也得到一种享乐 对 一种享乐 你以后就不用犯这个错了 你想人家会更自在 对了 有时候学会了约束 也就是学会了自在 当你看到那个穿黑皮鞋的 穿白袜子 你说你看 你知道了这个姿势之后 你就知道这个是不符合 正规的礼仪的 可是呢 对 可是当你触类旁通 真的宽阔了之后 我觉得达到一种 真的有点像什么 这个 就是这佛家讲的 这境界 它又不是执着的 比如就像你说的 我既能够知道 这个黑皮鞋穿个白袜子 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合适 但是我也知道 有破格的人呢 有迈克尔杰克逊呢 对 他不是绝对的 这样你看 你变成一个思维极其灵活 你知道这个方方面面 比如说 说节制是美的 或者说某种认为 简约是美的 也不一定 我记得那个老作家王猛 就是说 他去西班牙 好像是 我不应该记得清 他就看见一个 阿拉伯风格的花园 他说那个可是 极尽繁复啊 对 可以很美 他说太美了 你就是 你完全不能说 他就比这个简约 更不美 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 我们说你戴五个戒指 好像比较俗 但是我有亲身的经验 我去那个沈从文那个老家 那个凤凰县 有一年是过春节的时候 就一个县的苗族群众啊 就聚在一起 银室 他们当地的这个县委书记 就跟我说啊 说每个苗族妇女啊 她家里 她至少有两斤 这个银室 对 全挂上 你可以说是无比反复 然后他们那天 就全穿上民族服装 十里八乡的 我就看这个周围望不尽的 绿色的这个草坡 全变成了蓝 然后全是那个 哎呦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 蓝色当中就是 每个人都挂着 N多个这个银室 太漂亮了 你怎么会觉得 她俗气呢 她是把家底都挂出来了 可是如此的美妙 就实际上吧 这个地球 没有一粒尘土 可以说是不美的 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但是就像你说的 需要学习啊 您还是让徐类老师 指点您穿衣服吧 他这个衣服穿的可好了 是吧 讲讲为什么 就是他是从传统当中过来 对吧 他是蓝印 植物蓝染 植物蓝染 他自然的材料 对对对 越洗越亮 对对 什么叫质感 纺织物本身的这个质地 你能看到这个纹路 你看了吗 你看邱老师这个 这个麻痴的 你猛一看是白 但实际上 他这个细部 充满了N多个纤维 这个男人有质感 我脱下来 脱下来成补肌呢 性肌呢 我没法穿的 所以你看 你要有条件的话呢 你穿什么 也是你个人的一种 表达和延伸 邱老师 您也半天没说话了 听我们瞎聊 没有 我在想这个 刚才想到啥 没事你们先说着 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 也是说原来我们也是 我也有一种理念 叫杰克理 杰制克制理智 对 但是后来我也 跟这个老师们在探讨的时候 有人说 你仅仅把贫乏当成简单 就是当你没有能力繁复的 丰富的时候 你就老认为 简单是一种美 所以我说那个是 反普归真 你不要把贫乏当初 其实就是说你现在 要恢复做罗可可 那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做了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说 已经把那个 二十世纪的 二十世纪以后的这种 艺术建筑啊 什么的 做成极简的风格啊 家具设计啊 它实际上是做 一个是审美创生的变化 再一个实际上是 它丰富不起来了 它丰富不起来了 这种堆出来的那种 顶尖的那种 那种罗可可的东西 你再去做 你仿制一个乾隆的 那个椅子 宝座 那很多工艺上 确实做不出来 王老师将就说过 打磨 这个线就打磨不了 你再恢复 能恢复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按照 这个作为标准了 另起炉灶吧 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 比如说美化乡村 对吧 那这个导向 因何而立呢 你因何觉得 这个乡村某些地方 是不够美 通过我们怎么去建设 新农村 我们使它呈现出美 没有 其实我 现在大家去做这种事情 好多建筑师都去 对 那么基本上把传统建筑 新乡土建筑 把传统建筑 稍微极简化一点 稍微几横化一点 就大家会觉得舒服 也帮着 是干净一点 其实搞干净一点 帮着收拾收拾 其实规整 水电 其实是规整 那么说实话 我个人不觉得 这是最重要的 乡村最重要的是搞科普 我研究乡村建设的历史 当年不管是梁树民 还是艳阳初 还是陶行直 他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科普 到农村第一件事情 交农民刷牙 交农民定线也一样 中央美院的第一任校长 叫做郑锦 然后林凤棉来接他 他就是去了定县 在艳阳初那边 画农民的启文课本 画实质的挂图 这个人后来一直搞乡村建设 但这些艺术家来到乡村 来到定县 其实就是这样 镇定边上 定县 他们来到定县 第一件事情就是交农民修厕所 交农民刷牙 然后选种益种 怎么选种子 怎么益种子 引进两种 人的面孔和眼神 那个比建筑 对 比较重要 通过什么改面孔和眼神呢 我觉得就是 我特别怕 我们今天所谓的 搞乡村振兴 艺术相见 然后一群人 就要引进日本的 什么大地艺术节 把一堆行物 在去农村搞行物艺术 去农村搞装置艺术 那乡村的人不需要这个 没有关系 他们有他们的艺术 他们剪子剪得很好 他们木雕 他们房子上都是艺术 那木雕都雕得很好 你为什么要往他们那里 塞你们城里面 七九八的这些装置艺术呢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去 想说我觉得 而且现在好多美院的毕业生 长三角那带特别多 美术学院的毕业生 怎么挣钱呢 他们给村里面画这个壁画 村里面需要好多壁画 然后可是我又觉得人家已经是个水箱了 你在人家白墙上再画一个水箱 我还不如看那个水箱 这或者今天的农村 他们需要开发旅游嘛 或者今天的农村也已经 也已经那个 也已经都用农机了 没有人抽一头牛在离地 你去画个老龙画的形容不太准 画个老龙在那里地 对我经常看 巨仇无比 你比如说这个吴冠中 比如说在他老家 苏州的白墙上 他画了一幅大宅 那会是什么效果 墙上再画一个宅员 因为吴冠中最有名的不是大宅吗 那么 那我现在就在想 我在跟科技馆 中国科技馆什么 我们想发起一个就科普壁画 我觉得那样的墙上 他就应该画中草药 画我家附近的野花野草的品种 这是什么花 这是什么草 成立的小孩来 看着这个画 知道这是什么草 就是甚至于就是画九大行星 现在这个有个词叫在地画 对甚至就是画九大行星 画天文学知识 画分行学 画托普学 我觉得农村的孩子 他从小看这个 他知道是九大行星 而不是十大行星 旁边有第一宇宙速度 他以后就会有自欺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就是从小拿着 出的中草药手册 在山上彩标本的 然后你就会 就会对知识 有一种情感吧 我觉得乡村的墙上 或者你乡村的墙上 画上所有的星座 这是什么座 这是什么座 你甚至就用荧光颜料画 白天它还是一个白墙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天上是星星 这边墙上 全亮起来 肯定也有人来打卡 肯定也能发展经济 他这真是 还是你说的那句话 那慢慢眼神会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 是不是说 人有了科学 有了理性 就像他说的 就开始有了志气 志识之光 或者灵性之光 接下来就有了追求 我特别希望把 我跟那个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 学会的领导一说 他说邱老师 我先给你一千个村庄当试点 我说我没那么多人 咱先搞十个好吗 然后慢慢培养人吧 我觉得如果能够把中国所有乡村的墙面 全部变成一个露天的科普馆 它同时也是艺术馆 因为其实刚才说到绘画 我很喜欢一种绘画 就是自然科学绘画 就是画鸟的标本的 画植物的标本 对 那种画画个蜥蜴 就是达尔文的朋友黑客那种画的 那种画呢 它不制造幻觉 但是呢 它画得非常宫细 因为它的目标是要让你 告诉你这个植物 这里是很多虚的 这边的叶片上是有绒毛 它呢都画得很细 就这种科学绘画 那个英国水彩化系统 包括同版化系统 都有这一类的 从你们说的 我开始意识到 我提出的问题 就是美是什么 有可能啊 美啊 就是说 你要重新看这个世界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太顿了 我们看不出来 于是艺术家或者工匠 他实际上是需要开个方便之门 他通过他的一些设计和制作 让你看看 你还可以这么看呢 一个香炉 你还可以这么看呢 对吧 一个腰果 你还可以这么看呢 你看 艺术家其实就帮助我们 启发我们 你还可以这么看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真修炼到了 我自己就能看出 万物的这个 蕴藏着的美 和你说的这个韵律的时候 你到底是什么 一只能想和你 我现在想和你 大马克思想 我现在想和你 你